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七位帥哥美女好辣醫師團 現在人壓力大 飲食作息差 身體健康程度大大下滑 今天醫師好辣 要來幫你的健康打分數囉 三位藝人身體健康指數及格了嗎 根據美國的調查發現 台灣人身輕健康指數 是全球倒數第三 警告於哪裡呢 香港及韓國 那國內有近四成的人 覺得自己不健康 今天來檢測 大家的健康指數是幾分的呢 腦袋空空 超健忘 你的腦殘指數有多高呢 就487 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腦殘指數 其實口說五評 不會有人認為自己是腦殘嗎 但是腦殘不是病 殘起來要人命 所以我現在馬上做一個測試 下面等會會有八個選項 請選出一個最適合的選項 但是記得 所以這要測你大腦的原理 開始喔 計時六秒鐘 什麼意思 什麼 要幹嘛 3 4 5 6 我腦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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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 大家請問選幾 妳要選幾 妳們選了嗎 好 我的天 什麼意思啊 選幾嗎 妳要用八個鐘頭 都看不懂了 這是用猜的嗎 就是那個八張圖 妳會喜歡哪一個 等一下 這什麼 我會不會看見 我會不會看見 好 不關我的事 這個以前金頭腦好像玩過 就是妳會看它對稱圖 對 對稱圖 因為妳一直反應不過來 對 所以妳選的是一號的對稱圖 對啊 一號推稱圖 因為它四個角都是一字線 然後什麼 是 一個圖 當然我們不能一直看著那個圖來選 所謂我們時間已經變長了 對不對 六秒就要蓋掉對不對 對 我們已經有延長了 所以我們一定腦殘 對啊 剛剛又選一號 我選一號 可是我看到是一個哈密瓜的圖形 不一樣嗎 真的腦殘耶 妳要問我嗎 不然妳拿著幹嘛 不是 她想她自己喜歡的 我剛剛看了六秒鐘 她蓋下我才發現是 她的數字在下面 對 對 我也是 所以她的反應會讓 所以剛剛讓妳多看了幾秒 對 要不然 要不然一定都看了 瓜哥說我確實沒錯 因為這個我們就是在大腦裡面 我們稱為史都普效應 它有幾個因素干擾 第一個 時間上干擾 當我在講六秒鐘的時候 大家其實你大腦裡面 開始警覺度 注意力就要提升 所以我們這個 主要是要測我們大腦的原力 事實上大腦有三原力 分別就是你的 所以你們剛剛有馬上注意到 再來就是 你們可能就忘記了 第三個就是 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運用我們的感官 每一天我們都在運用 我們大腦三原力 來去做我們的 推理最後要下決定 我們才能夠趨吉避凶 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推理歸納 第一個我們要注意顏色 你可以看到 這地方有三個原點是綠色 所以每一行 每一行它有兩個形狀是相同的 有沒有注意到 這樣看一行 對 每一行兩個形狀 事實上直的 不論是橫的或直的 都是兩個形狀是相同 這樣子 所以這個答案應該是 還這麼差別 剛剛已經六的六次方苗了 可是它有這個風景的 對 一定會注意到顏色 才會注意到形狀 那一個Key這個 對不對 1號 1號 我們剛剛已經運用了 六的六次方苗了 才選出正確選項 對 可是我個人覺得不要難過 因為我們努力跟每天敏感的方向 不是在這裡 對 以前我在做鏡頭 學生這個很快 因為他工作就是 他的腦袋每天在想這個 對 你怎麼可能每天想這個 對 那我這地方分享一個案例 是一個新手媽媽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 其實現在少子化的關係 要得到一個孩子 要懷孕等等 不是這麼簡單這樣 那他是做了好幾年 終於有一個孩子了 但他自己本身已經快到40歲 所以你就知道他求子若渴這樣 那一天來找我們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那為什麼睡不好覺呢 因為他說 他已經生完產 產後差不多兩個多月 可是他最近這一陣子 常常做惡夢 但他常常做惡夢 也是他一直以來 他就習慣做惡夢 但為什麼他要來 就是因為你做惡夢的時候 你就睡不好 睡不好的時候 所以他是因為母奶來找我們 覺得他乳頭 因為親自為母奶少 所以乳頭就破裂了這樣 那他的婦產科醫生建議說 其實你還是要來看一下身心科 因為惡夢干擾到 他乳汁的分泌量這樣子 那結果他就說 我說那你做夢的狀況怎樣 他說他常會夢到 那我說你小孩子現在出生多大 他說兩個多月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就幫他去做處理 運用了一些比較新的 一些心理學的一些技巧 來幫他去回想他發生了什麼狀況 原來他有一次 帶著小孩子去賣場 要去買尿片這樣子 他開車 然後把小孩子放在後座 把他放好 那之後到了賣場以後 就把他停下來 他已經先計畫好 要買什麼 買什麼 他突然想到說 我要買尿片這樣子 然後才發現 這樣子 結果他就開始會很緊張 然後就一直在想 他小孩子跑到哪兒跑到哪兒 事實上他小孩子兩個多月 怎麼可能會跑見鬼了這樣子 對 後來他才突然發現說 原來他小孩子在車上 這樣很危險喔 對 可是他就趕快 三步五步趕快 跑到地下停車場 他小孩子還在睡覺 所以他很擔心 他自己會一直發生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在我們的 腦科學裡面有個名稱 稱為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到 大腦三元力 分別就是第一個 你一定要專注力夠 第二個你要有記憶力 記得小孩子在哪裡 第三個你就要去推理 發現小孩子不見了 你要去推理這樣子 如果你設三個原力 大腦的原力失調的話 我們就稱為 就造成了 腦霧現象 腦霧現象就會發生 很多很多的危險 跟我們衛腸科比較有關 就是叫做 所謂肝性腦病變 就是指說我們身體上有些毒素 本來肝臟應該把它解毒 它是因為肝功能不好 它的毒素跑到腦部 造成腦部意識的混淆 或者是意識不清這樣子 之前有一個病患就是 它是一個六十幾歲的阿伯 他是在廟裡面當廟公 然後有一天他是辦一個法會 白天很忙 就很多人回到晚上聚餐 就是算是慶功宴 他很高興在那邊聊天的時候 突然這個廟公 他就不講話 就沉默不已就坐在那邊 那旁邊的人就想說 他可能太累了 整天下來太累了 可能在那邊放空 所以就沒有想很多 可是後來就發現他真的都不講話 然後那個表情比較木納 比較帶至這樣子 大家就問他就說 你是怎麼... 後來就有一個信眾 或者是他們裡面的工作人員就說 會不會是我們今天 這樣子辦法會呢 大家想說 會不會是已經到他身上這樣子 所以開始有人 就開始問他話 就說你是不是某某某 哪一尊這樣子 那話他還是跟他回應 還是跟他回應說 是 他就輕輕點個頭 就搖一搖頭 大家就覺得說 可能這次真的是神明顯靈 就開始有人開始聚集他 開始問說 開始問一些 因緣 開始在那邊圍著他問 他就坐在那邊 就在那邊正經為座 坐在那邊反應 就這樣子問了兩三個小時 差不多到晚上快十點的時候 他老婆就覺得說奇怪 怎麼平常吃個飯就回家了 怎麼今天拖到晚上十點 都還沒回家 他就趕快跑到他們聚餐的地方 他發現他的被 他先生被一群 一群他的那個同事這樣包圍起來 我說你們在幹什麼 他說這個醫生一出來 所以他要大家再問他問題 他結果他老婆一看就說 這不是啦 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老婆知道說他先生幹不好 其實有幹異化 有幹異化 那醫生有交代說說 如果這種意識不清的時候 要趕快送醫院 然後他就跟他說 他在這邊這樣子多久 他說大概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我說兩三個小時 他就趕快送到醫院 就真的是幹昏迷 有時候到醫院發現 那阿摩尼亞要300多 那在醫學上 我們會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去測試他是不是已經有 初期的那個肝性腦病變 那我們常做的就是 做算數 算那個100-7 來測驗病患 像有時候我們查房 有個主治醫師一樣 他就帶著一個住院醫師 帶個實習醫師 然後也是一位先生 他也是因為肝昏迷住院 後來這醫生 就帶著住院醫師 到那個病床旁邊 然後去問一下阿伯叫什麼名字 阿伯這樣可以回答 然後那醫生就跟住院醫師講說 這時候我們來考他數學 他有時候不見得打得出來 然後就請他算算數 我們來先來請阿伯算 100-7是多少 結果阿伯就馬上回答 93 不然我們再減好了 我們93-7是多少 那阿伯停了一下 他就回答86 這也對 這也對 那主治醫師就覺得奇怪 但是他有點漏氣 他就跟住院醫師講說 我要是再減 他應該是講不出來 講不出來 然後他就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86-7是多少 就阿伯停了一下 他就說79 他就覺得很習慣 還怎麼會這樣 那你趕快借那張圖給他 6秒 6秒 對 這可以列入以後的教材 那後來就是他的兒子 在那邊站起來 就是說 醫生他回答不出來 回答不出來 他是用背的 他說為什麼 因為剛剛你們那個住院醫師 那個實習師他來問過一次 就是一排減7 後來再減7再減7 對不對 因為前面有意義 然後住院醫師又再來 剛剛才離開 他還閉得起來也不錯 他閉得起來也不錯 他閉得起來 他就是反覆的 人家一直考他 就是把他唸出來 所以他不是真的會算 所以像這樣子講不出來 也是有初期的乾婚名 對 我也曾經像Wendy老師講的 有點記憶力小小密行故 就是有一次我在拍戲的時候 然後我的對手是一個 經驗不足的新人 沒有那麼多的新人 然後戲的內容 就是我們兩個在忙展覽的事情 然後忙… 忙到我要昏倒 然後他要看到 然後來扶住我 然後結果我一昏倒 一拍昏倒 你就整個人是 眼睛是閉著 一定要昏倒 對 就完全信任他 對 完全信任他 然後那時候 其實也拍戲拍累 然後想說趕快拍一拍 就可以收工 結果我就倒下去 然後男生就 要呈現一個女下 男上的狀態 然後他就扶住 結果呢 他就扶到我的背 他不是扶我的頭 所以我整個人是 頭是撞到地上的 他是扶住背的 因為他昏倒 不能自己有撐的地方 對 他一定要扶住我的脖子 對… 就是最重要是這一塊 結果他沒有 他是扶住我的背 然後整個就倒下去 然後我就整個人 就攝影機也有拍到 那更逼真 我沒有停喔 可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真的好痛… 然後我原本想說 要等導演喊咖 我再掙扎一下 然後結果不是 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就說不行… 我撞到了 因為我那幾秒鐘 我其實腦袋有點… 是空白的 那收工我也不以為意 然後就回家睡覺 然後隔幾天 一天 兩天 三天 也都在拍戲工作這樣 結果可是那一兩天的時間 我拍外景 拍棚內 我其實那個記憶力 就是像短暫的那個 很短的台詞 我記不住 然後也講不好 然後我其實回家睡覺 其實我也沒有睡好 你去驗檢查 沒有 後來導演覺得 因為我這樣的狀況其實是 怪怪的 是怪怪的 對 那外景導演知道 我這樣的情形嗎 所以他就說 你有沒有去檢查 結果去檢查 然後醫生就說 結果他在跟我講的時候 跟我開藥的時候 因為我照那個什麼 你是電腦斷 電腦斷 對 掃描出來 他說有輕微腦震盪 沒有太嚴重 但是醫生就有說 你一個人住嗎 我說 對啊 我一個人住 我想說他會幹嘛 他會幹嘛 他會幹嘛 沒有啦 他就說 你不要亂想 我其實一個人住 是擔心你的安危 因為怕你這樣吃了藥 然後睡覺 然後就是可能沒有醒來 或昏迷 所以你要回去跟朋友 跟家人說 你可能隨時幾個小時之後 打電話給我 就是怎麼樣 報個平安這樣 因為以前有聽說 那種故事就是 白天腦震盪 她沒有什麼事 可是晚上睡覺就走了 對啊 所以他就是擔心這樣 所以要跟大家 分享的這個案例 她是一個 30歲的女性 之前的身體狀況 其實是還好 剛開始的時候 她就來門診的時候 她就覺得說一些記憶力有問題 常常一些重要的東西會忘記 那東西丟三大四的 那後來家屬又發現說 她情緒有一些改變 那有時候就是很容易 那之後才發現說 開始走路不穩了 那所以前前後後的這段時間 差不多有六個月的時間 那後來我們就是有去幫她 做一個核子公證 那到後面才發現 腦部有一個腫瘤 那不過她之後還是有去做這個 化療等等這些 那所以其實就這個案例 我們希望就是可以提醒 記憶力不好的一個 鑒別診斷其實是腦部腫瘤 特別是你這個 在很短的時間很快的話 要特別小心 對 基本上其實 講到記憶力減退 我們最常遇到的就是 對 其實 像我們常常在節目上面 跟大家講說 千萬不要用說所謂的 極低熱量或者是單一食物的減重 但是其實我之前就遇到一個 讓我印象很深刻的案例 她就是使用單一減重法 一個21歲的一個女性 她的身高有167公分 算是滿標準的 但是她三年來不斷的用一些 很極端錯誤的減重方法 減到後來大家猜她幾公斤 大概就只剩骨頭了吧 對 所以當然她 因為非常極端的減重法 所以她身體出了非常多問題 第一個就是她的腦袋 而且就是她的大腦 有去做檢查 發現她的大腦退化到 就是大概只有60歲左右的程度 老化 對 然後再加上 除了這個之外 她中間這三年來 腦出血了兩次 所以其實她有陷入 一段時間的昏迷 後來還好醒過來了 但是她那三年來的幾乎 完全忘記了 所以不要覺得 錯誤的減重方法 只是減重失敗而已 但是對身體內外 在影響是很大的 而至於說 其實我們在減重的時候 很多人常常說 就是吃蔬菜水果 蔬菜水果好像 像牛 羊一樣吃炒 但是其實今天 跟大家分享一個料理 就是 其實它的做法非常簡單 因為很多人 其實家裡都會買吐司 但是都會覺得夾蛋 或者是夾一些什麼肉鬆 感覺是很無聊 其實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吐司 放在這個小的容器裡面 然後打一顆蛋進去 就打一顆 直接蛋就打進去 然後如果你想要更高剛一點 你可以把鮭魚 把它弄成小的鮭魚粒 跟蛋一起混混混 然後再打進去也可以 然後放進烤箱裡面去烤 出來就可以這樣子 但是還是會提醒大家 烤焦其實對身體的影響 會比較大 好吃 最重要它還有放那個什麼 胡椒 胡椒 對 我們只能治療 常常在醫院或是社區 幫忙做這個大腦的活化訓練 像是有失智症 或是老人 還是腦傷 那多 希望的就是他們可以 跳脫出原本的生活習慣 可以多做一些練習連結 那今天就帶著大家來練習一下 就是 我們要看 一分鐘內 大家可以記得多少 單字 什麼 因為短期記憶是 腦殘的一個指標之一 限時間嗎 對好那我們就開始一分鐘囉 十秒 四 三 二 一 好 那我們 就 還是有在看嗎 我們就請瓜哥來幫大家示範 您記得幾個單字 地圖啊 湯匙啊 什麼回文針 電池啊 雨傘啊 湯匙 有電池 雨傘 雨傘 沒有電池 沒有電池 沒有電池啊 湯匙有啦 好 回文針 有 阿溪啊 我都要先記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對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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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 月亮 有 對 跳遠 迴文針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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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遠我講了嗎 跳遠我講了嗎 跳遠我講了 還有什麼 烏龜 烏龜有 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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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概到這邊 所以可以大家幾個 地圖 麵包 雨傘 月亮 回文針 烏龜 電風扇 有電風扇嗎 有 有 火車 他記不了了 果然是被腳本的 記不了了 對啊 九個 我嗎 地圖 雨傘 西瓜 哈密瓜 回文針 火車 烏龜 跳遠 電風扇 我電風扇講夠了嗎 沒有 電風扇 這樣子嗎 差不多九個 也不錯 對 那一般來說的話 小學生大概 他們在這十五個字裡面 可以 可以記四到五個 那大人的話 是六到七個 對 還好 不過其實 我們大人 比較有不同的方式 可以來記 比如說 可以聯想 然後你也可以記一些 或是圖像 對 你就腦中閃過那些東西 都是可以幫助我們 火化大人 我也是去 就是運動傷害 然後去看中醫 然後針灸 結果一開門 那診間一打開門 我嚇一跳 我跟你講 我看他一個應該是六七歲小孩子 然後坐在一個圓燈上面 頭上都擦滿針耶 針灸 對啊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這樣 我就問了醫生 醫生說他父母帶他來 然後 說這樣會 對啊 真的 所以這樣會比較 記憶力會比較好 不要是真的還是假的 頭上都擦針灸 其實那個要去訓練 就像訓練的心算一樣 不是有記憶訓練的嗎 對… 那個其實是有幫助 那個就是一種訓練 喜不習慣而已 根據調查 國內每三個人 就一個人肥胖的問題 所謂你去量體重 有那個過重 超重 肥胖 所以肥胖一次是算嚴重的 但在受稱減肥的觀念上 你做對了嗎 我們看一下 做再多了還是受不了 你的蝦忙指數到底有幾分呢 對 其實在介紹這個之前 又有問題要請大家做選擇 這四個如果你現在在減重 這四張圖你會選擇哪一個 那一定是四啊 第四個是 這個不用講就是選四啊 你確定嗎 瓜哥 一定的啦 阿龐選三喔 你選三是全部水果耶 對啊 為什麼 我覺得因為我之前就有個觀念就是 我覺得啦 吃素豆類那個油豆也是會怕 然後蛋白質的話其實素 譬如說豆干或有些 它裡面還是有蛋白質啊 所以不一定要由這個肉類來攝取 所以我覺得吃蔬菜OK OK Julie來選四 我覺得就是量少一點 可是可能要均衡 因為醫生都是這麼講 對 我們自從上這個節目 一定要均衡嘛 對 要不然要營養師幹嘛 賣水果也好啦 我們去認識賣水果要營養師幹嘛 宋明換營養師對我們太好選 這麼簡單的節目 對 因為前面腦力機 讓大家腦細胞已經死掉太多了 對 所以其實跟大家還是做一個分享 因為大家其實都選四 但是的確這幾個減重方法 很多人都在使用 第一個其實就是運動 很多人就覺得說 反正我很愛吃嘛 那我多動 是不是在減重的過程中 就還是可以多吃 它的一個選A 減重成功的指數 也不錯 有60分 60分 其實要跟大家分享 像我之前遇到一個 160公分左右的女性 她就是要預計開始減重 她就覺得說 反正都知道 要少吃 然後多動 她就選擇了 她最喜歡的有氧運動 她每次至少跳 但是她每次跳完有氧舞蹈之後 她就覺得特別餓 她想說不行 因為我在減重 我不能吃大魚大肉 我就像阿龐剛剛講的 我就吃水果 而且她就會喝一杯 500cc的流丁汁 再加一盤的水果餐 結果沒想到 一不動還好 一動開始 搭配這樣子的水果餐 她越減越肥 她要造型160公分的女性 其實如果你跳 一個小時的有氧運動 熱量大概只消耗 500cc的流丁 其實不大杯 其實就是一般的 中杯的這個大小 熱量大概就有500大咖 因為它大概是 然後再加上 它一盤的水果餐 所以它這樣子的一個 水果的一個搭配 熱量可能會破1000大咖 可是它的有氧運動 才消耗它300到400大咖 所以其實減重 運動固然重要 但是絕對不是唯一 一定要少吃加上多動 第二個如果像剛剛瓜哥講的 這個圖看起來就像 餓肚子 它可能 或者它一天只吃一餐 那其實這個成功指數只有20% 更爛 對 最差的 絕對不可以用這個斷食法 因為它會讓你的 第三個就是阿龐選的 素食者 或者是只吃蔬菜水果的 它的成功指數是40分 單一食物減重法 其實第一個 因為它食物的選擇有限 第二個其實我們蛋白質 油脂跟糖類都需要 所以叫均衡飲食 所以第四個大家都選對了 均衡的攝取各類的食物 你的成功指數有90%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大家都知道第四個是最成功的 但是往往大家都會選擇 第二個跟第三個 因為要求快 對 我自己個人曾經 有胖到120公斤 然後因為那時候 運動量沒有減少 但吃好多 然後慢慢慢慢就懶 就突然胖到120 我那時候 新胖完後來 有一陣子就生病 然後生病完之後 就開始覺得說 因為以前都會告訴自己 比如說工作的時候 這個不能吃 那也不能吃 你要為了什麼 然後你要保持自己身材 然後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後來休息的 那一年的過程裡面 就跟媽媽一起住 然後媽媽很擔心的身體狀況 然後那以前的話就是 沒有人照顧 那吃都自己去外食 後來媽媽就會 早上起來就做好了 早餐 中午時間 然後晚上吃飯時間 然後有時候 媽媽肚子餓的時候 我宵夜的時候 你要不要吃一點 然後想說陪媽媽吃 然後媽媽媽媽就想很習慣 宵夜我覺得真的很恐怖 要戒要很長的時間 對 然後就越來越胖... 然後後來想說 第一個要開始檢視 第一個就是 就是斷食 就用斷食 斷食大概三到四週 我那時候幾乎就是 一天只吃一餐 然後一餐都只吃水果 然後剛開始只吃茶葉蛋 還有那個香蕉 每一餐就是一顆茶葉蛋 一根香蕉 然後五糖豆漿就這樣 然後早餐不吃 後來晚上會 然後變成餓到醒來 就會變成 真的 我夢了好幾次 而且你知道那時候覺得夢裡夢得好真實 就很有滿足感 你知道就很有 所以我早上起來 你手指也被吃掉了兩個 對啊 還流血 然後你知道 但是你隔天你起來的時候 你會有很大的空虛感 就是整個心裡面的空虛 就是你會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對 很低落 然後後來就真的會大吃 結果反彈的速度更快 然後後來就聽 大家很多朋友講說 然後就跑去埋針 吃中藥 然後我去埋針的時候 因為醫生就是說 你最想瘦哪裡 因為那時候想說螢光幕 第一個看到就臉嘛 瘦臉 然後人家都埋肚子 我都埋針 埋臉你知道 結果躺著 它第一根針這樣打進去的時候 那血這樣 從這樣噴噴到眼睛這邊 我看到我嚇死了 然後這邊埋了好多 在埋肚子 然後大家說不會痛... 結果我一上健車 就覺得動一下 有東西針刺到 還是會要兩三天之後 慢慢...才不會痛 後來因為害怕又不敢去 然後後來我就聽一個朋友講 就網路傳聞 朋友講說你知道 他說你看 動物小時候生出來的時候 吃母乳然後喝牛奶 對不對 然後它慢慢長大過程裡面 只靠喝牛奶 它能夠補足你的營養 然後也不會變好 小時候你看小時候有胖嗎 沒有 所以我跟你講 哪一頭牛不胖 結果我跟你講 我真的喝兩禮拜牛奶 只喝牛奶跟水 超餓 而且你知道那個 真的嗎 真的超餓 那個牛奶很想吐吧 會 而且你知道 因為有人有那個乳糖不耐症 你就喝會拉肚子 因為我沒有 所以我覺得我沒有 我可以這樣 我跟你講 真的就還是會拉肚子 而且都是吸那一種 可是你剛開始你會覺得有效 因為它拉就會有水分拉掉 你會覺得有瘦 後來是脫水 最後後來就是 還是回到就是吃 我現在還是會吃 然後我就找一個 我自己最喜歡運動 然後最有效我就游泳 後來我就是 剛開始是一個禮拜游五天 然後變一個禮拜游三天 然後一次就是 兩千公尺 然後到三千公尺 慢慢增加 然後中間不能休息 但因為我喜歡游泳 而且以前喜歡游 所以我還好 我就一下去開始游 然後這樣子 然後就靠 晚餐的話 就是吃一個拳頭的澱粉 然後盡量都是無油的 然後吃菜 經過長時間 還是需要時間 因為大家其實都想 一個月可以十幾公斤 沒有 要長期抗戰 對 對 這是很長期 然後慢慢慢慢瘦 現在大概在83到85中間 真的很厲害 對 在83到85中間 那個一般來講 其實像剛才阿龐講的這種 就是我們在減重上的 所謂的溜溜球效應 那一般來講 體重會過重的人 他大部分情緒上來講 說真的 我們看很多面 其實都是屬於比較樂觀個性的人 那有的人會看他體重過重之後 比較抑鬱 那是因為外在的壓力 所以一般人 體重慢慢變重的時候 他一定會有一些點 比如說工作或什麼需要 才會讓你開始有決心 去做減重這件事情 那你就會找各種不同的方法 那像我有一個 30多歲的一個女孩子 那她其實看起來就是 可能在古代就是屬於很受 皇帝寵愛的那種 貴妃型的身材 就是大概不到160公分 大概72公斤 那跟先生結婚三年多 一直沒辦法 就是好好的一個受孕 所以呢 婆婆就會給他壓力 那後來他們就去 做了一些檢查 那包括先生跟他 在生殖系統上是沒問題的 那婦產科醫師就 你體重多減一點 那應該就可以 比較容易受孕 那他剛才就採取 跟明華跟阿龐講的一樣 都是先用所謂的斷食法 結果他72公斤 斷食一年之後 這樣子努力這樣來來去去 就不斷還好斷到82公斤 就很緊張了 斷食法它 除了你選的食物內容以外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你在斷食的時候 身體會需要的一個熱量會 它的渴望會越高 所以舉例來說 原本你吃100卡的 在正常人可能吸收4 50卡 你現在給他吃100卡 在他斷食過後 他可能可以吸收7 80卡 吸收率會突然大漲 所以這樣子變重之後 後來他又很緊張 他就去找一個 比較屬於小型診所的那種 也是用所謂藥物去所謂減重 你知道所謂一些 比較不正規的 他會用一些利尿劑 甚至以前有用類似 安非他命的藥物 加在裡面 讓你去抑制食慾 所以他吃了半年之後 的確他瘦到65公斤 那他當然回去找那婦產科醫師 可是婦產科醫師就跟你說 你吃這些藥物 你怎麼懷孕 你一定要停下來 對不對 你不可能邊懷孕 還邊吃利尿劑什麼這些 好 那他就停下來準備懷孕 才停三個月 對 就反彈得很快 而且更高 所以只好來找我們 就是不行了 就真的也急了 因為也怕說35歲以後 其實要受孕會比較難一些 醫學上是這樣 所以去做了一個所謂的 所謂的一個手術 好 那手術丸 現在給大家觀念就是說 一般所有的腹部手術丸 在國際的建議上 是一到兩年內不要懷孕 因為太早懷孕的時候 你身體減重的 這個新陳代謝還不穩定 還有你肚子的脹氣 曾經被人家這樣翻來翻去 以為過你要給他一點復原的時間 那後來他一年之後他懷孕 那現在準備要第二胎了這樣子 所以在中醫學裡面 你一定要做組好 你懷孕的準備 幫你子宮 各方面精氣神都要養好 對 不是你要想要懷孕就要懷孕 對 像我們門診要減肥的 病人其實很多是被 嚇到的 就是被他的體檢報告嚇到 對 因為體檢報告滿僵紅 然後怕中風 怕心蕩病 怕腸皮吃藥 那我就是有一個病人 他大概社會新鮮人 然後公司體檢膽固醇 然後壞的膽固醇 還有三蒜甘油脂都高 所以職戶就一直跟他耳蹄念命說 你要趕快減肥 因為他BMI大概30劑 所以是沒有像他旁那時候那種胖 不會有100多公斤 然後他就很認真執行 然後來到我的門診 他想說要看一下他的抽血報告 已經三個月了 應該有進步吧 我心裡就有點OS感覺 好像沒有瘦很多 然後我就問他 他說對 其實只瘦2公斤 可是我非常有信心 因為我清淡飲食 我嚴格執行了三個月 我覺得我體檢報告一定會進步 他說年輕人這麼有朝氣 太棒了 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結果一看他的體檢報告 壞的膽固醇 OK 有下來 但是好的膽固醇也減少了 最重要的是他三蒜甘油脂 之前200多已經是很不正常了 竟然加到400多 我就很驚訝 我說你到底是吃哪一款的 清淡飲食啊 他開始很委屈地講了 Eason 我早上鐵板麵 我現在改成吃饅頭 還有一大碗的麥片 麥片不是可以降膽固醇嗎 然後我中午 我中午吃素食便當 我本來吃兩碗白飯的 我現在改吃兩碗糙米飯 你看也很健康 重點是我還搭配一大杯的 一大杯的果汁 就像剛剛那個營養師講的 柳橙汁 西瓜汁 還是綜合果汁 它每天換 因為要補充纖維汁 然後晚上如果我不餓 我都不吃 我就可能吃一些蘇打餅乾 我還特別挑鹹的 不是甜的 應該也還好吧 然後再偶爾再吃一點 可能再搭配一點水果 我說醫生 我都吃成這樣子了 還不夠嗎 然後我就聽了真的是 也是有點心酸 因為他真的滿努力 可是他完全吃錯方向了 我說你有沒有發現 你完全沒有吃到任何的肉 或是好的油脂 這樣不均衡 你蛋白質油根沒有 你好的膽固醇 當然拉不上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三酸甘油脂 這個很妙 它裡面有個油對不對 可是它不一定是跟 大魚大肉有關係 它很常見是跟 精緻澱粉 糖分 甚至是水果裡面的果糖 如果一點都不誇張 我今年夏天已經有好多病人 因為夏天的水果好吃又甜 把水果當飯吃 甚至有一個跟我說 他訂了一整箱的鳳梨 然後他每天吃 那個單位不是用片來算 他是吃一顆 我就 我那個病人聽我這樣講 他也覺得很荒謬 對 我也覺得很荒謬 所以再怎麼好的東西 其實你吃太過量 它真的會 不僅是反應在你的體重減不下來 而且你的體檢報告 會是有問題的 對 所以我就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滿受教的 然後就一直鼓勵他 甚至把我自己的經驗也跟他分享 我兩胎嘛 第二胎 然後我也是 而且因為我在餵母奶 所以餵母奶是不能少吃熱量的 所以我熱量其實都還是吃得很夠 但是一定要選對食物 再來運動非常重要 你的有氧運動 肌靈運動 還有你的舒緩上的運動 都非常重要 你這個兩個都要一起搭配 你減重才會順利又健康 對 所以他後來三個月吧 其實他就有瘦10公斤 所以我非常高興 我覺得他很棒 因為他有把我話聽進去 而且他執行力也很夠這樣子 好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減重的時候適合的運動 各位可以學一學 這個手上要先打兩瓶水對不對 對 那其實要減重的話 還是七分七 三分運動 那我現在就是分享一個 有四個動作為一組的 然後也同時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被打直 然後稍微微彎 然後水瓶朝下 然後起來的時候 把水瓶舉到這裡 一上一下 然後再來下的話是 蹲上去然後把水瓶甩到頭上 這樣 蹲的時候 對 然後再站起來 如果說能力很好的話呢 只要你是站的時候 你就把腳踮起來 那我們再試一次喔 一 二 三 四 對 整個試一次喔 好 預備 開始 一 二 三 四 再一次 一 二 三 四 對 就是這樣 要記清楚動作還滿難的 對 因為這樣做十次就會流汗 一上一下 這個心肺就會開始出來 然後這個如果越重的話 就有肌力權 那如果我們拿20公斤那個槓 也可以 如果不會倒下去的話 對 對 就邊拉到這裡來 是 這樣子全身的肌力都可以練到 像大腿也是 如果練得夠了 再加5公斤5公斤這樣 對 可以 就30公斤 但記得這個不要摔出去 會腸到人 接下來討論就是台灣有八成的人 都有大大小小 腸道的問題 你看 腸道鬧彆扭 你的情緒指數快要爆表了 這個腸道 腸胃如果不好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 心情就會比較焦躁 甚至是焦慮 那現在有個研究呢 就是在2015年 他曾經找一些大學生 來去看看他這個腸胃的健康 跟他的社交的焦慮感 有沒有相關性 那研究就是請這些參加者 去填說他平常有吃哪些發酵食物 譬如說優格 優酪乳 或者是一些泡菜 或者是味噌這些食物 然後再來去看看 再給他做一些社交的評量 看他是不是在人群之中 跟人家很容易的接觸 交往 會不會產生焦慮感 後來發現 有在吃這些發酵食物的人 他腸胃道比較好 而且他也比較少的機會 會有社交的焦慮 就是他的人際關係比較好 所以這就證實說 其實我們腸道跟我們的情緒 跟我們平常跟與人相處 其實這樣有關的 像我之前有碰到一個 國三的女生 小女生 她就是媽媽帶來 帶來的時候 就坐下來的時候 她媽媽就跟我講說 她這個腸胃不好 請我幫她診治 然後問小朋友說 妳是肚子不舒服嗎 她就說還好 結果她講還好的時候 她媽媽話就寄下去講 她就說她這個肚子不好 每天就在廁所待很久 然後都不去上學 然後整天喊肚子痛 我說妳先不要講話 我先看看她 到底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問說 妳每天排便的習慣是怎麼樣 她媽媽就說 她有便秘 我說那這樣妳一個禮拜 是排便幾次 她說有 差不多有排兩到三次 其實我們排便 一週如果小於三次以下 才叫做便秘 才叫做便秘 就沒有說一定要每天 都上廁所 這樣聽起來我覺得都還好 只是她媽媽在旁邊 一直急急關 一直在下 想到之後我就覺得 我就想說 我就跟她媽媽解釋 就說我覺得她好像還好 然後我整治 檢查起來也沒什麼大問題 然後就是飲食上 跟她一些餵教 叫她不要太焦慮 後來她的小孩出去之後 她媽媽就坐下來 我就說 她說我是掛下一號 掛下一號 我說國母 我說妳是有什麼不舒服 她說有 我就說 那我就說妳 我覺得妳 會不會是妳自己個性太緊張 她說醫生 妳這樣看得出來 我說當然看得出來 妳剛剛講話 從頭到尾都妳在講 所以妳太急了啦 妳太急了 她就說對啊 這個醫生我 我其實看過很多衛腸科醫師 然後他們都說 我是腸躁症 然後幫我做檢查 都沒有問題 然後他們就說 自己我的飲食習慣有問題 然後叫我要改一改 醫生 你覺得我這樣像腸躁症嗎 然後聽她問完 我就跟她講說 伯母 我跟妳說 我覺得妳是我看過 妳就是腸躁症 對 妳自己 從飲食啦 請用飲食上去調整一下 然後平常養成良好的 排便習慣 然後先做到這一點 那另外呢 盡量妳不要太操心 不要一直在管理妳們 這樣妳們兩個都會很健康 是 我覺得腸胃的那個健不健康 我覺得跟心情 一定有很大的影響 像有一陣子 我真的心情很鬱悶 然後他們就覺得說 我應該是快要更年期 然後咽到也在發脾氣之類的 其實後來我發現說 不是 是因為呢 小孩子在 然後我就常會跟著他們 一起亂吃 就他們在念書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人就可以 控制我自己的飲食 要吃什麼 那妳如果常常在外面亂吃 我就沒有辦法 好好的控管 就是說那個衛福部講說什麼 妳一天要有 兩種水果 吃不到這些的後果就是 我就是會 那便祕剛開始我覺得說 就像醫生講說 可能一個禮拜三次 我覺得好像還好 可是我有發覺說 我是有點解不乾淨的 就我一直有便意 可是我解不乾淨 然後又太乾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去看醫生好 然後醫生就給我開一些軟便劑 結果吃了幾次之後 幾天之後就發覺說 反而變得拉肚子 我想說這樣會影響到 我的生活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覺得還是要聽營養師的 就是從食物裡面 來萃取一些 我們需要的膳食纖維 讓它看可不可以自然的代謝 所以我就開始 我就想說 那我就找 我就很喜歡吃奇異果 那我今天就帶來很多 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剛剛有吃蛋白質 那我現在帶了膳食纖維來 然後我就把這個奇異果 我就每天加 加在我的果汁機裡面 我加一點水 這是我自己的懶人方式了 就早上很急的時候 我就喝一杯 然後甚至有時候 我會把它入菜 譬如說我加在沙拉裡面 然後加在就是可以入 就是有一些那種什麼 海鮮 蝦子 我也可以把它搭配涼拌 然後跟奇異果在一起 而且現在的奇異果 你看都很大一顆 那對我來講 它第一個 它可以讓我有 然後它又有 然後又補充我 就是一天需要的一些 就是養分 瓜哥一直在吞口水 他想說什麼時候要喝 對 它是整排的 重要的是我覺得 它就是我吃了一陣之後 它就改變了 我一個排便的習慣 我就變得順暢很多 順暢很多 第一個改變的是什麼 就是我覺得我的 氣色好 氣色好之後 大家就開始誇我漂亮 然後誇我漂亮 我整個人就心情愉悅 然後人家跟我講說 你是動靈 我說NO... 我不是動靈 我是舞靈 因為現在常人講 為什麼要講無靈 我說因為就是 年齡跟我的身體 這不能成比例 就是你 所以 為什麼要這樣自己騙自己 你明明說我保養得很好 你保養得很好 對啊 你看說我是無靈 是 但是最主要 我們讚美你們 還不如 凡哥的讚美 對 有 他每天都有在讚美我 他眼睛現在越來越老花 很重 對 但是其實我們的身體的一個 心理的無靈感 其實是跟我們飲食息息相關的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飲食 不是就是吃開心 吃滿意的 但是其實如果當你吃對食物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心情也會變好 因為其實在美國跟台灣 都有研究發現 如果你每天蔬菜水果吃的量 越多的人 其實他的 很多人都會想說 無靈感到底是什麼意思 舉例來說 如果你蔬菜水果吃比較少的人 他可能覺得50歲這個數字 就是老了 但是如果你蔬菜水果吃得很豐富的人 其實他可能覺得70歲 還不見得是老 對 所以當然跟我們的一些蔬菜水果 裡面的膳食纖維 還有維生素C有關 可惜的是衛福部調查發現 國人普遍蔬果量攝取不足 像剛剛Jui姐的 五蔬果 一半以上的人是達不到的 所以其實以熟齡族來講 如果他一天連最基本的 兩份水果都沒有吃到的人 其實他就比較容易有 容易疲勞 自力不足 甚至是排便不順 負面情緒比較大一點 甚至跟我們常常講到 三高的問題 都可能是跟你水果攝取不足有關 那當然就可以利用這個水果 來幫助我們打造 無靈感正能量的一個體質 那很多人想說 正能量體質有什麼 其實我們99%的共生菌 是在我們的腸道 它的數量數以百兆 所以其實當如果我們有足夠的 這些水龍心膳食纖維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我們 有腸道好菌的營養來源 所以它又稱為叫做 所以我們可以善用這些蔬果 來打造一生源的這個腸道環境 那腸道一旦健康了 其實就可以透過一個 名詞叫做 腦大腦的腦 腸道的腸 也就是說當你腸道健康的時候 你的大腦運作就會正常 根據董事經濟會的調查 他們針對50歲到69歲的熟齡族 調查發現 每天排便越順暢 沒有脹氣 消化不良的人 其實他本身思考是比較正面的 專注力比較集中等等 相反的 如果當你常常有一些 腸胃道這些問題的時候 當然你的情緒壓力 就會顯得特別大 所以當然營養師會建議大家 我們平常就可以多選擇一些 富含有膳食纖維的水果 像是 其中以奇異果來講 大家又知道 它是營養密度最高的水果之一 它的營養密度是 蘋果的6到10倍 而且它含著營養成分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還有水果酵素 幫助我們蛋白質食物的消化吸收 還有就是維生素C 維生素C它甚至是我們講的 所以其實針對熟齡族 我們本身身體開始慢慢退化了 其實我們對於維生素C的吸收利用率 慢慢變得比較差 就可以善用這些高維生素C的水果 來做一個補充 幫助我們輕鬆的打造正能量的體質 今天的健康檢測是提醒大家 應該多關心自己身體 別讓忙碌又緊張的生活 壓得你傷心又傷身 謝謝大家 許多人一輩子都在減重 但是美國飲食心理學家發現 如果挑選比較小的包裝或容器 可以讓你減重更事半功倍 研究團隊他們在電影院前面 發放了大包裝跟小包裝的爆米花 結果經過調查發現 拿到大包裝的觀眾朋友 無形中吃下的爆米花容量 會跟對照組比較起來 多出了45% 所以如果你本身也想要減重 不妨可以挑選比較小的容器 來乘裝食物 甚至可以在比較明亮 輕快的環境下用拆 而且選擇藍色的容器 來幫助我們降低食慾 減少食物美味程度 讓你減重更得心應手喔